主要至少就是把Enjoy的部分 Enjoy Studio的部分 先把环境先建立起来 然后run起来没问题 这样我想今天的任务应该就差不多了 因为今天进度已经算还蛮快的 看大部分同学能够把Enjoy Studio都run起来 算是已经蛮不错的了 只是说好像有同学发生一些状况 大部分都是可排除的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这个 刚刚好像有同学是另外有个地方 我们是Setting 这边有个就是 在Setting底下有个叫做Project Structure 好像是不是这个地方 Structure里面还有相关的SDK的相关设定 那好像刚刚同学在这个JDK路径 好像是有选错是不是 所以它里面的东西会换 就会有个问题 另外就是你的SDK 反正这些问题 如果路径不正确 那或许你可以从那个Project Structure里面 稍微再调整一下 稍微看一下预设的版本 相关的东西也在这里 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OK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如果模拟器的部分 也许你可以 当然这个X86是最快的 但如果说你的电脑里面 假如说要跑一些进阶的功能 其实我在云端上也还有放另外一个 就是叫Genie Motion 这个东西啦 不过有兴趣的同学自己装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装起来甚至可以在上面玩游戏 手机游戏其实很多那个手游 都可以直接在那边跑 那如果你的CPU够力的话 跑起来还蛮顺的 可以在这上面做很多事情 不过因为这个可能是次要的啦 所以有兴趣同学自己 再去下载安装 它可以安装像那个什么 很多平板或者手机 它类似甚至各种型号它都有 你装起来基本上 其实都还蛮像的 RUN起来其实蛮顺的 大概可以这个 Genie Motion这个 可以把它自己下载再RUN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那个第三章部分 所以如果等一下 你进入比较超前的同学 可以稍微想想看 或者它不见得这个范例啦 你可以把之前我们 在Java里面做过的练习 然后呢稍微转换一下 那像这一题的话 其实它的原理原则很简单 第一个上面 增加一个testbox 不是不是 testview 底下的话呢 增加一个那个ADTest 这个ADTest 或者是可以让使用者输入的 所以你找一下啦 原件里面有个ADTest 可以输入的 那也就是说它今天输入了多少英里 它要帮我们计算时速是多少公里 也就是说呢 把那个英里转公里 那什么时候转换 底下有个按钮 OK 你可以先试试看啦 反正第一个 我讲过啦 第一个也许你可以先建立一个UI界面 那UI界面建好之后的话呢 再去修改它的名称 那名称不需要全部都改 会被用到的再来改 像那个英里这个啊 其实未来不用存取到里面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装饰 所以不用理它 那需要改的也许这个 这个名称也许叫什么 ADTest 也许叫 叫ET ET01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里面就是这个也有一个TestView 也许叫 也叫T01好了 那这个叫什么 B01 对不对 那我们做完之后 safe 记得一定要safe 我想要讲 多讲解释 因为太多同学都忘了safe 如果你没有存档这个动作的话 它不会帮你在R里面登记 如果没有登记的话 那你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用FindViewByID 就一定找不到 但是如果你有safe 保证找得到 差异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前面做对的 后面应该也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先利用这个范例 稍微做个练习 那相关的程式码 其实以后我都会放在这里 云淡白板 云淡白板里面的这个 Hello World刚刚的 再来就基本元件 所以你如果要找参考的话 在这边 第二个 英里转公里 里面基本上我印象中每一个都会有程式码 上面基本上都有画面 画面做哪些事情 还有我们需要的程式码 你一样把它弹出一下 那这个是我把它截图下来的 长得就像这样子 另外多了一个什么 多国语系 有没有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手机是英文版 那我就给你英文的环境 如果你是日文版 那我就给你日文的显示说明 那怎么做 那也会再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那基本上我一定会有个layout 会有一个程式 那多一个什么 多国语系 OK大概是这样的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如果今天这一题要讲完 其实可能会比较拼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那一题先做完 那剩下的时间 就是把一些环境先ready 我是蛮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这个环境 又修改过了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个环境 再把它备份起来 那下一次怎么样 如果有问题 你就把这个环境 再把它解压收出来 那这样你这个环境 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定板 那只要在任何地方 反正你就把它解压收出来 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就不需要说 不断再去管那个安装环境的问题 那因为今天 我没有去网络 我没有请各位同学 自己在网络上抓 因为理论上书里面有教你们这样 要到Google的开发网站 开发人员网站上面去抓 那那个可能要抓很久 而且安装可能要安装非常久 那可能我们今天大概就是 讲安装就讲一天的吧 所以我直接把我做好的那个可惜板 放在云端上面 那未来当然 这个版本当然里面有update功能 也许有新的版本 当然尽量 如果你将来把这个环境熟悉之后 如果你要再update应该没问题 不过请记住啊 如果你要做update之前 可以先做备份环境 也就是说如果update失败了 比如说update之后呢 发现本来能够跑的程式 突然间变成不能跑了 那当然你又找不到问题点的话 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是这样 把那个环境干脆砍掉 重新解压缩 真的这个这个我是心得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问题找出来 有时候远远比 那个就是直接干脆解压说 我觉得它会来得快了许多 可以试试看